牛市溝頭淡靜代理行業競爭更激烈 平均14個Agent 占一占二 占多卒少 地產代理持費人數年底7個月 10月險守4萬人 創三年來新低 政府今年來第五幅地樓標 位於東沖第106B區的東沖市地段第55號用地 優日地價標金未達到政府的最低低價樓標收場 綜合政府官地港鐵及市建局三個土地供應來源 2023年以綠德五宗地皮樓標個案 若以每幅地皮的最低估值去計 涉及金額高達210億元 反映發展商想趁市場低迷以更低價投得地皮 就好比市民想更低價值賣樓 唯一受傷的就是政府庫房 因為賣地收入大減 極可難見紅 說一說新盤消息 屯門奧芬蘭新推93伙 入場費最低335萬 發展商為求去貨再出其招級客 新盤設樓價保障 跌市最多賠5% 在高息環境下 香港樓價繼續向下 本港屋的負資產突破1萬宗 這個數字挺驚人 而啟德成豐島的啟德海灣第一期繼續收票 截至昨天收了1700張票 以價單發售212貨去計 招額營購7倍 發展商指啟德海灣的準賣家有3至4成都是轉財 自私情報告減納及人材計劃的刺激之下 新香港人置業將會成為市場的新虛勢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記得點贊訂閱支持一下 我是累成 我們下期見 拜拜